中共當局從去年底針對維權人士的一場聚會開始 同步在多個省份展開大搜捕行動 去年12月13號 一群維權人士相聚在廈門一起用餐 被中共定調為顛覆國家政權行為 由公安部指揮山東省公安成立代號1213專案 率同各地公安部門 開始在各個省市展開大抓捕 外界認為 這是709大抓捕事件的延續 目前已知被捕或被問話的包括 丁家喜、張忠順、戴鎮亞、李英俊、黃志強、劉淑慶 魏小斌、盧思衛及朱渝夫、吳澤西、新中成、毛利軍 唐曉雲、盧廷格等人 大陸維權律師朱勝武表示 這些律師和社會人士 他們只是進行一次聯誼性質的聚餐 增進有意罷了 並沒有什麼計劃性的活動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 有參與活動的人士表示 這是公民群體的一次線下見面 聚會者討論時政和中國未來 分享推動公民社會建設的經驗 這些人在網絡上也有互相聯繫 但是他們從來沒有發布過任何的 高年限的文件或者是結社 地界社會組織的高年限的文件 沒有 也沒有發布過 如何推翻共產黨統治的行動性的文件 他們吃飯的時候 肯定會發別一些 越部共產黨的言論 就是我討厭共產黨 這是再正常不夠的事情 因為共產黨它就是這麼討厭 想說不討厭它都很困難 據了解 這次的抓捕行動 14年前709大抓捕事件之後 中共當局對公民運動最大規模的打壓 實際上很多的維權律師和這些議員 是他們只是做一些具體的事情 和這個顛覆國家政權根本搭不到邊 現在他所做的事情 根據中共的法律都是合理合法的 但是中共就不喜歡 他們跟政府作對 跟中共作對 目前已知 律師丁家喜 前山東煙台大學講師張忠順 維權人士戴鎮亞以及李英俊等人被捕 而長期為中國弱勢族群爭取平等權益的律師 常偉平12號也被警方帶走 他們都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國際人權組織中國人權捍衛者呼籲中共當局 立即無條件釋放常偉平和所有其他律師和活動人士 中國人權捍衛者說 懲罰和平聚會的活動人士違反中國的憲法和人權宣言 中國人權律師丁家喜的妻子羅盛春透過推特說明自己的丈夫丁家喜 在2019年底被失蹤 遭當局逮捕 但警方第一時間卻說不清楚是犯了什麼罪 直到1月10號才被告知是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顛覆國家罪是中國最嚴重的刑事罪之一 最高刑期為終身監禁 羅盛春13號在推特視頻上表示 不知道怎麼編造罪名 就先把人抓起 就不讓律師會見 賴事酷刑 刑訓逼供 強加罪名 對於警方肆無忌憚的違法 他的律師將向檢察院投訴控告 同時 他也將盡所能向有關國際組織控訴